明朝崇祯年间 明朝崇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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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这次出行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 前三个月 刘佩玉漫无目的四处游走 不知不觉间 他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这村子三面淮山 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 且在一条丛林深处 一般人根本找不到 刘佩玉也是迷迷糊糊 驾车走了进来 村子不大 只有三十多户人家 村民们很热情 杀鸡宰羊招待他 还说他们村子 已经三十多年没来过外乡人了 刘佩玉头一次感到家人以外的温暖 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 与他们畅谈起来 到了夜里 他借宿在一个姓黄的老头家里 吃过饭后 他坐下窗边 却忽然听到了一阵狼嚎 刘佩玉吓了一跳 还以为村子里有狼出没 老黄头看出了他的心思 微笑道 这山里的确有狼群 不过从未进入过村子 公子这点大可放心 刘佩玉听后顿觉不可思议 狼嗜血成性 怎会做到和人类和平共处 老黄头开口道 那是因为山上还有更可怕的生物 活狮 老黄头表示 他小的时候就听村里的老者说过 这山上住着一个活狮 一直保护着村子 这活狮既不是死人 也不是活人 而是没被阴差发现 狗活于世的活死人 他有着无限的寿命 也有理智 只要不被阴差发现 就能一直活下去 当然 灵魂可以永存 肉体不行 老黄头曾听村里人说过 活狮白发摔面 眼眶凹陷 身上的肉全部腐烂 满身都是屈丑 每走一步都会掉下一块腐肉 已经完全没有了人的样子 而活狮嗜血成性 见人就吃 十分危险 不过住在山里这只活狮 倒没那么恐怖 反倒一直保护着村子 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为了安全 村民们几乎从未去过山上 因此 也没人见过山中活狮的样子 一切都是传言 刘佩玉听后默默点头 再次扭头看向远处的山林 第二天一早 老黄头发现刘佩玉不见了 他留下了一张字条 表示自己去山上找活狮了 村民们得知此消息后大吃一惊 可他们还是不惜冒着 被狼群攻击的危险上山找人 可村民们搜寻了整整一天 都没发现刘佩玉的身养 反倒发现了许多狼的脚印 到了夜里 大家为了安全 只好先行下山 再说刘佩玉 他在昨夜上山后没多久 便遭遇了狼群 当时 他举着火把刚走到半山腰 身后就传来了 一阵稀稀苏苏的声音 他回过头 发现草丛里 一双绿色的眼睛死死盯着自己 正是一头灰狼 刘佩玉被吓得魂飞魄散 拔腿就跑 灰狼并未发动攻击 而是紧紧跟在其身后 可能是太过紧张 刘佩玉刚跑出没多远 就被石头给绊倒了 眼看灰狼张开血盆大口 就要扑上来 刘佩玉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可过了半天 身体也没传来痛感 他缓缓睁开眼 却看到自己面前站着一个富人 身旁还有一条大黑狗 富人就那样站着 灰狼居然拱着身子 呲牙嘶吼 半天不敢攻击 最后扭头跑开了 刘佩玉一脸忙 莫非是村子里的人 已经发现他上山 找来了 富人转过身 刘佩玉在看清他的容貌后 微微一愣 那富人看起来二十出头 面容清秀 皮肤白皙 整个人有种说不上来的气质 完全不像村姑 倒像个富家大小姐 富人伸手扶起刘佩玉 淡淡道 我叫夏玉 家父是村里的猎户 你怎么不守村规 半夜上山来了 不怕恶狼 难道就不怕活尸吗 刘佩玉善笑道 我不是村里人 我此番上山 就是来找活尸的 夏玉听后脸色微变 但也并未多说 而是领着他来到了自己的住处 他们穿过一片乱坟岗 来到了一个隐秘的山剑当中 夏玉就住在此处 夏玉告诉他 这山剑四周乃是古战场 死者无数 一般生物都不会靠近 这里很安全 刘佩玉有些震惊 没想到他一个弱女子 居然会住在这种地方 进屋后 夏玉给他准备了一些吃的 并让他住一晚后赶紧下山 谁知刘佩玉摆摆手 表示不找到活尸定不会走 夏玉脸色微变 淡淡道 你就这么想见活尸 可能会死 刘佩玉听后一脸落寞 淡淡道 反正我也没几天可活了 夏玉听后来了兴趣 这世间竟有不怕死的人 两人坐在桌前便吃便聊 这才得知 刘佩玉已经只有一年多可活了 而刘佩玉从容面对死亡的态度 让夏玉对他这个弱书生刮目相看 不知不觉间 两人竟聊到了半夜 夏玉也为他准备了房间 累了一天的刘佩玉倒头便睡 不知过了多久 刘佩玉感觉脸部 传来了一阵温热的感觉 他迷迷糊糊睁开眼 发现夏玉养的那条狗 居然趴在自己床头舔自己 刘佩玉困得不行 摆摆手想把他赶出去 谁是狗却忽然口吐人言 公子 快起来 刘佩玉猛地从床上弹起 一脸震惊地看着床边的黑狗 结结巴巴道 你 你是狗是妖 黑狗表示 他不是妖怪 只是一条开了灵智 能够修炼的狗 随即 黑狗急促道 公子 你可知夏玉是谁 快走吧 他已经活了两百岁了 他就是你要找的活狮 再不走 你就走不了了 刘佩玉听后大吃一惊 夏玉是活狮 可老黄头不是说过 活狮是学成性 身体腐烂吗 可夏玉怎么看都像个普通的妇人 她有些怀疑 便起身想要去找夏玉问清楚 却被黑狗挡住了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 夏玉推门而入 黑狗健壮 立马跑到其身旁 这人是个疯子 赶不走 夏玉俯身摸了摸狗头 随即走到刘佩玉面前 不等他开口 夏玉便慢慢掀开了自己的外套 刘佩玉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夏玉的衣服下面已经没有了皮肉 只剩下了根根白骨 原来黑狗说的是真的 夏玉就是活狮 见刘佩玉仍不逃走 夏玉笑道 不害怕吗 刘佩玉愣了半天才反应以来 随即摆摆手 她说一个能保护村子 不受狼群攻击的活尸 定不是村民口中所说的奸邪之物 夏玉听后笑了笑 讲起了自己的遭遇 夏玉的确已经两百多岁了 她本来是个外乡人 逃难的时候意外进入了这个村子 定居在此并嫁给了村里一个农夫 结果没多久 村司的儿子看上了她 将其骗到了那股战场附近 把她给玷污了 事后 她担心夏玉将此事捅破 就把她打晕给扔下了山剑 幸运的是 夏玉非但没有死 反而被这条黑狗给救了 两百年前 这黑狗还不会说话 不过很通人性 自那以后 她便跟黑狗住在了这条山剑下 饿了两人便出门打猎 也不知为何 自从住在这里 山里的狼就是分怕她 而她的身体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她的皮肉居然一点点腐烂变臭 最后一点点掉落 只剩下了一身白骨 不知不觉间 夏玉便在此活了两百多年了 而黑狗也会说话了 黑狗告诉她 此地由于是古战场 跟普通的乱坟岗不同 乱坟岗的煞气和阴气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 可死在这里的亡魂不下十万 阴气只会越来越浓 而这也让此地变成了最佳的养尸地 由于阴气重 活物一般不会靠近 因此勾魂阴差基本上不会来 夏玉也就成了被阴差遗忘的人 生死魂不死 这才变成了活尸 至于黑狗 它也是在无意间发现进入此地的 当时它也是将死置身 结果在阴气的滋养下开了灵智 意外可以修炼了 这才陪着变成活尸的夏玉 在此待了两百年 而村里的人对夏玉有救命之恩 它便默默守护了村子近二百年 黑狗让刘佩玉离开 就是不希望它也变成夏玉的样子 得知真相后 刘佩玉极为震惊 它缓缓上前 轻轻抱住了夏玉 而她也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后来 刘佩玉给家里写了封信 说明了情况之后 便跟夏玉住在了一起 至于两人究竟活多久 没人知道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